欢迎锁定9月4号股东检查的节目中点 我们来特别做关心 因为受到参众院来支持 欧巴马非常有信心 国会可以通过出兵来制裁蓄力 那这个紧张情势再度的升温 今天亚洲市场早盘 都是出现了一点震荡的态势 不过今晚会今天制出了台北股市的三件 希望能够刺激到成交量的放大 所以今天先由受惠首先的证券股 今天表现还不错 盘面上是红光满面的 而另外电子果消息是微软来并购Nokia 供应链的部分是不是有机会 来做一个升温的态势 这时间盘面上可以发展到的一个方向 另外太阳能族群暖洋洋 今天蛮多个股再度的攻上涨停 或是尾盘出现大涨 那主要是有电涨再上营收 有出现了转机 让太阳能族群近期继续走反弹之路 不过今天最弱势的还是2498铜铦店 今天再创下了8年半来的第一点 那今天股价在中场过后 是跌停所死的 收在137块5 主要还是内空一波接一波 那怎么看大盘呢 分析成语能认为说 在日线跟GOKD的指标 现在出现了有泛洋的一个契机 所以认为大盘在中期的整理 应该是结束了 类股方面分析王焦利 还是持续观察Nokia概念的指标 指标股要看的是 华宝 飞红 红辉 伟创还有一家 分析师张文赫则说 今晚会的三件 其实包括了主委 曾明宗 都说了不要只看短线 或是一天 要看强攻中长期 好 今天三件社会股 大展战宏 这是政卷族群 另外是看盘软体的宝硕 他认为是也有机会首会的 分析师蔡明璋则是认为说 目前的中东紧张情势 再度出现了升温 所以华仙族群 有酝酿强补潮的一个力道 可以特别来做留意 今天的力棚大涨了超过半根停板 分析林欣负责说 因为售货于大陆的经济好转 近些PMI数据都交出了 蛮令市场惊艳的好成绩 所以今天的指标 看一下润泰集团的润泰拳 润泰新 另外包括了圆柏跟南桥 都有蛮亮眼的表现 以上的节目重点来提供给您